你说什么?你是说外面有人卖的纸 与瑜伽的质量更好 价格只有我们的不到一成 并加住京都的几个店铺 去推货的人都排了好长的队伍了 查清楚了没有 这些店铺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那纸又是什么纸 他们的背景查不出来 那些纸已经派人验过了 质量的确十分上乘 之前从未在市面上出现过 去派人去公主府 不不不 被撤 快被撤 我今次去 瑜伽有些底蕴 经此一事 不会彻底倒台 只不过 没有文明景国的指方 也无人在嘲 没落是迟早的事情 他们为了私利 欲要阻拦书院的发展 沦落至此 倒也没有什么值得可怜的 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蜀王一系的力量 虽然大不如前 但余威和影响仍在 不过不急 一个瑜伽倒下去 千千万万个瑜伽 也会倒下去 时间还有很多 不着急 书院的建立 足以动摇到世家的根基 因此 这些日子 各地的豪门巨法反应激烈 不像以往总是一团散沙 而是联合在一起 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若是不加以安抚或是处置 怕是会出不小的乱子 你都动摇到人家的根基了 还不允许人家反抗一下 这天下还有王法吗 王法 本宫就是王法 还本宫呢 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如果我是那些大族 怕是也不会安静地等着被你动摇到家族根基 你到底站那一边 我当然站在你这一边了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日后要是把你留在宫里 出谋划策 我岂不是可以省掉很多烦忧 外臣可不能长久地留在宫里 你还是别想了 外臣不行 内臣却可以 内人你要封我做皇后 皇后 我倒是觉得 常总管的位置似乎更适合你一点 死不要脸的 这才当了多久的皇帝 别的没学会 帝王的冷血无情 倒是学得比谁都快 先生先生 父皇说我们今天在芙蓉园吃烧烤 你快点过来 先生 你怎么搂着皇姐啊 耶 自景帝修朝 让长公主代理朝政之后 朝中的大部分官员 是难以见到整日在芙蓉园修身养性的景帝 不过 虽然暂时修朝 也不代表天子真的一点都不关心国事 朝中的某些重臣 每隔几日都要进芙蓉园奏事 若是遇到重大事件 也需要当面汇报 曾四郎和给四中在这里稍等片刻 我去通报陛下 今日轮到陈大人奏事 你怎么会来这里 难道互不有大事发生 只是向陛下汇报灾饮用度而已 启并陛下 陈给四中和胡普正四郎在外面等候 让他们进来吧 住口 这是葡萄酿 葡萄酿也是酒 朕就喝一小口 陛下您自己的身体自己还不知道 哪怕只是一杯酒 也可能又发病情 长安县侯下人 朕命令你把那胡葡萄酿叫出来 陛下如果非要这样 就不要怪臣抗止不尊了 两人四目相对 谁也不退 稍远一些的地方 曾四春和陈冲正正的站在那里 大气也不敢出 算了算了 不喝就不喝 朕什么样的酒没喝过 不就是一杯葡萄酿吗 朕还不稀罕 你们两个过来说话 陛下这是户部整理的此次赈灾银用度情况 请陛下过目 各地宗族门法如今本就凝成一股 你要明珠重新编修 士族制 按照此法 所有的旧门法宗族地位将不同往日 岂不是会引起他们更大的反弹 臣可没有说所有 像是平阳张氏 云州卫氏 通州狗氏 这些可都是些清白的好人家 当然要区别对待 平阳张氏 云州卫氏 通州狗氏 这些人哪里 不错 这些都是清白的好人家 朝廷要给予特殊优待 纵然是家中无人再朝为官 在士族制上的位置 也要稍稍往前提上一提 快 马上传信去云州 就说我卫氏在士族制上的排名上升到了三等 让他们千万不要为难 京都过去筹建书院的人 并且要多多帮衬 为者 家法伺候 张家 魏家 这些人 他们在干什么 此事本就只有众人齐心才能做成 若是有人松懈 其他人的所为 便会被天下人看在眼里 相较之下 岂不是会遭万人唾骂 已经不只是张家魏家这些人的事情了 此次士族制的修缠 陛下的态度 根本就让人猜不透 此时最终的排名未定 各大家族之间互相猜忌 甚至有人已经主动向朝廷示好 这一次是我们疏忽了 这本就是最简单的离间之计 我不信他们没有人能看出来 能有用吗 看出来又如何 看不出来又如何 原因不重要 过程不重要 结果才是重要的 进宫的事情 你真的不考虑考虑了 权力 财富 荣华富贵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我要你 登徒子 不是你说 要什么都可以吗 这是我整理的 近两年来 朝中所发生的大小事件 以及蜀王一系在这些事件的中的得势 陈兄不妨看看 崔家在朝堂上数十年的布局 在这两年间 几乎被毁出大半 蜀王殿下如今的优势 不过是他是崔贵妃所出的皇长子 他也只有这一个皇长子的身份了 可惜 包括崔家和贵妃娘娘在内 所有人都被这一个身份蒙蔽了双眼 他们似乎忘记了 最终决定此事的 还是陛下 陛下对于蜀王的态度 实在不是对待皇长子的态度 虽然殿下做的那件事情 实在是太过糊涂 但他被前蜀州已有一年时间 陛下龙体有样 宁愿选择长公主 也不将殿下召反 曾某实在是想不通 得失 怕是只有失 没有的吧 大概还有一个多月 太医令每个几天都会为他把把脉 昨天刚将谭音大师请过来看了看 一切都好 您不用挂怀 那就好 时候不早 我回去了 三妹 你出来了 咱们回家 二哥亲自下厨 上次见到秦尚书 他还说户部事务繁忙 公主殿下又抽走了一人 有些忙不过来 曾侍郎每天都有如此兴致 看起来不像是很忙的样子啊 我这一次是特意等虾线猴的 等我 不知虾线猴方不方便一叙 虾线猴可知 最末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鱼啊 那虾线猴可知 他最不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也是鱼 他喜欢吃鱼 但小时候 吃鱼被鱼刺卡到了 之后每一次吃 都会小心翼翼的将鱼刺挑出来 他觉得这样很麻烦 所以他很喜欢吃鱼 却又不经常吃 那你可知 最末最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你肯定以为 我不会说白色 因为他平时不怎么穿白色的衣服 但其实他喜欢白色 只不过觉得穿白色衣服 做话的时候容易脏 懒得穿罢了 曾侍春干咳了一声 眼是尴尬 因为他心中的确是这样想的 他的这些习惯 是从小养成的 若非是非常亲近的人 不可能得知 其实不只是白色 他还喜欢粉色紫色 我怎么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 那肚兜每次都是紫色粉色的 你知道还得了 他的生辰是六月初期 还有九十六十三 九十一三四四 有些事情 南南可能没有告诉你 南南 谁是南南 南南是最末的小名 你不知道 你继续继续说 刚才九十六十三 九十一三四四 这又是什么 这是他最喜欢的数字 这个不重要 你继续说啊 他小时候 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瞎线后少年英姐 在朝堂上的影响举足轻重 又深受陛下器重 加封金子光禄大夫 如今陛下龙体有样 如此情形之下 东宫不可长久无主 不知瞎线后觉得 当朝几位皇子 哪一位最适合入主东宫 东宫不东宫的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曾大人还是说说 南南的事情吧 瞎线后此言诧异 身为臣子 自当卫军分忧 事关国运前途 怎可说与我们无关 此事当由陛下 胜心独断 身为臣子 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 勿要多言 陛下向来贤明 兼听众臣意见 此事 主王肯定没戏 别白费心思了 说正经事 南南小时候 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瞎线后此言何意 什么白费心思 曾大人 我坐下来 是和你说正经事情的 你要是再用这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 转移话题 瞎某告辞 敢问 瞎线后觉得 这东宫之位 到底谁来做 更加合适 曾大人 你跑题了 南南没有告诉你 这些事情 他怎么可能告诉我 既然南南没有告诉你 那我就更不能告诉你了 姓曾的 你耍我 今日多谢瞎线后赏脸 户不近日 应该有一些旧账 要合算吧 此事 的确是本官负责的 既然是曾侍郎负责的 那就好办了 这笔账朝廷催得急 这都几天了 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曾侍郎还有闲时间 在这里喝茶 消极代工 明日之前 出不了结果 打你这位主事之人 几十板子 不过分吧 瞎线后管得了算学院 还管不了我们户部吧 管不了吗 且慢 瞎线后留步 留步 别叫 等我找完最末再说 小翠 快过来给我捏你腰 酸死了 还愣着干什么 快点过来啊 站了好久 酸死了 小翠 你这几天大有长进啊 手法也和以前不一样了 从哪里学来的 不对 没有六十三 你最近是不是 没有好好吃饭 怎么又瘦了 怎么是你 这话的是谁 如此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呸 不要脸 哪有这样说自己的 不过南南 你这里处理的 有些不好 哪里 你 你刚才说什么 我家南南 真的是好漂亮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是她的小名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乳名 自她既是起 除了爹娘 还这么叫她的 不过两三人而已 什么 南南吗 不许说 不说就不说 那我看看 有没有三四C 什么 什么三四C 呀 你弄疼我了 下线后 你的脸 曾侍郎 有什么话 现在说吧 你们到什么程度了 自己不会看啊 哎 还是没能拿下 都快忍不住了 看来是我多次疑问 最末这十几年来 受了不少苦 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 你好好待她 日后千万别让她再受委屈 我定然会好好待她 不让她再受委屈 不用等到日后 反倒是曾侍郎 还有你们曾家 可千万别再做出 什么多余的事情了 瞎线侯别忘了 最末性层 她是我们曾家的人 这句话你来说 怕是有些不太合适 那是以前 以后不是了 如此 本官就可以放心了 输皇 白费心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